我是不是最多劑量我倒不知道 那大概有二十幾萬劑 是到目前來講 那COVID-19現在還沒有 跟我們確定它那個時間 農曆年前 疫情指揮官陳時中帶來好消息 台灣最快3月就能開打 20萬劑AZ疫苗 我只是說如果你不在這波 你要想要提前打 這不一定是 這時候在政策上面的 還有剩的 那我們就會開放來打 那這種開放也會在一定的量里 這裡面來提供 陳時中說疫苗進來台灣之後 會有第一線防疫人員先打 之後是有特殊需求的人 最後如果還有剩 才會考慮給自費接種 不過新冠肺炎不斷變種 AZ疫苗因為抵抗南非變種病毒 成效有限 南非政府緊急喊咖 台灣不會有疑慮嗎 這個樣本數還不是很大 所以在統計上 也許還有一些斟酌 陸陸續續會有越來越多的資料 被揭露出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參考這些資料 然後決定我們的AZ疫苗 應該是用在什麼樣的狀況 AZ疫苗對抗變種病毒 還有待觀察 但目前台灣沒有其他的選擇空間 防疫自然也不能打折 傳出身為南部紡織廠員工的案925 疫調字數不實 隔離期滿後 到公司上班沒戴口罩 足跡甚至走遍全工廠 引發員工恐慌爆料 主要是在美國工作的一個業務的人員 所以他跟其他人的接觸時間 都不會超過15分鐘 這些人就是自我這樣管理 如果有人還是覺得他沒有被框到 那他其實可以跟溫菊講 溫菊可以再去做調查 指揮中心強調證明從美國回來的案925 在台灣染疫的機率幾乎是不可能 不過8日國內又新增一起境外移入 案929 20多歲本國籍女性 去年12月曾在英國確診 不過之後兩次採檢都是陰性 15日回台灣後 隔離期間又採檢兩次陰性 之後自主管理後自費採檢確診 目前狂烈實名接觸者一人居家隔離 可見新冠病毒多變 食因食養機率高 逢疫大作戰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環宇新華林委屈一立亭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